今天我国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跨海高铁福夏高铁开通运营 这是继京章高铁 京雄成绩后我国建成投用的又一智能高铁 标志着中国高铁在智能化领域的探索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为智慧型交通建设注入新的动力 中国高铁技术继续领跑世界 福夏高铁起自福建省福州市的福州南站 经福建省莆田市 泉州市 厦门市 张州市介入张州站 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沿海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 于2017年9月开工建设 将东南沿海城市群串联起一条黄金旅游带 福州至厦门最快55分钟可以到达 两地实现一小时生活圈 厦门 张州 泉州等地形成半小时交通圈 将极大便利沿线人民群众往来 对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给美式认证明